大家好, 新聞聯播時間和各位見面 大師, 常公子, 我們今天有沒有事情要澄清? 今天沒有, 挺好的 講說疫情, 昨天4宗輸入, 沒有記者招待會 今天的情況好像是9宗, 都是4宗輸入 但那5宗都是由源頭明白的, 知道誰打誰 所以今天都沒有記者招待會 今天都沒有, 昨天沒有, 今天都沒有 張竹君休息一下, 搞了這麼久 也開了, 卡拉OK, 酒吧, 夜總會 酒吧和夜總會就限制兩人一台 不是四人限制 酒吧和夜總會, 兩人一台 然後就不允許唱歌跳舞 但可以喝酒 開喝酒 不知道是否可以拉到口罩喝一口 應該也不是的 卡拉OK就維持四個 其他圖書館, 公共服務, 甚至我最喜愛的泳池 都星期五重開了 非常好, 主題公園又重開了 但限聚令就是維持四個人 主題公園還可以露營 還可以露營 還可以冥想到瑜伽 希望大家去捧牆 你不要說我已經預訂滿了 是嗎? 一小時內就預訂滿了 大家都是冥想瑜伽 一小時內 周末和周日都預訂滿了 海洋公園 因為人數不可以有上限 海洋公園預訂滿了 以及可以冥想到瑜伽 和露營 都會冥想到 我不是露營冥想 我告訴你 海洋公園一小時之外就敷了 即是星期六改了 今個星期六 下個星期六 下個星期六 即刻敷了一小時 也不是不受歡迎的 但四人限聚令 也有少許 怎樣看呢? 也有少許的限聚令 因為現在全世界的疫情 在高峰 全地球的疫情在高峰 西班牙爆炒 印度昨天繼續攻堅 九晚出來 印度才是一件事 巴西亦反過來爆上去 美國就維持了 兩千萬元 美國會更好 因為大火應該令檢測的人少了 出街的人少了 或者一定要出街 整個三藩市是橙色 人們都不可以相信 會爆到飛氣 以為金門橋的島 那些遠遠閘地球的星星 在那裡 原來那裡是燒得最重要的 火勢現在還未可以平復 以及快到大選應該都疫情了 有些類似藍絲的物體 類似藍絲的物體 就在那裡說 這件事 作為藍絲 我姑且說一說的原因 因為他們不肯用大僵機去救火 什麼叫大僵機 無人機 還有不肯訂新的無人機 以及不肯用無人機去救火 所以就弄成這樣 多天也有些人說 最初的時候 第一是傳異的 但我不敢落實 但有這樣的說法 但一不排除 第二是他們不知為何 最初的時候 就是美國 以前是救火的 但美國還說 火燒是自然的 是自然現象 所以燒一燒是好事 其實是真的 但問題是 燒得這麼厲害 所以最初的時候 就不理會 因為有些環保 等於自然去控制 所以就弄成這樣 現在也很自然 所以我先說出來 我聽見你的說法 也要補充 現在似乎無人機都救不了 因為火場面太大 大到 現在好像三個紐約洲 二十多個香港 那怎麼搞呢 三個紐約市 這麼大 因為紐約州 是很大的 紐約州應該是二十多個香港 以上那麼大的 所以我相信 應該是三個紐約州 它在燒空頂 三個紐約州 不是二十多個香港 我明白嗎 你一定有一個錯 三個紐約州的尺寸 不會是二十多個香港 紐約市和紐約州 是很大的分別 總之火場面積很大 現在也要去自然燒一下 下雨 下雨就停了 現在沒有娛樂 但是現在過了雨季 所以很尷尬 我看的報導是風大 出乎意料地的大風 沒有辦法處理風勢問題 之前是任燒的 但是今季又不知為何很大風 因為山火和風是直接掛 我小時候去露營的時候 在山路放火 只是玩而已 然後不知為何 那個蔓延速度是很快的 一秒之內就全捲上身 幸好沒事了 山火蔓延速度是比你快跑的 是的 絕對快 大家要小心注意 而山火蔓延速度是你想像不到的 絕對不是燒衣的速度 那樣東西 我想大家如果有看政府紀錄片 都應該會知道山火蔓延速度很快 除非你不看政府紀錄片 是的 很厲害 那些宣傳片 所以大家要小心 另外 普及檢測就完成了 團隊就回到中國 內地下來支援的團隊 他們今早7點鐘離開了他們住宅的九龍遺景酒店 食物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和內地政制局長曾國偉都去寬送他們 其實他們都很幫忙 曾國偉說 其實他們回家隔離14天 算是這樣 真的很幫忙 最後的檢測 總共是173萬3千人檢測 香港出資了5億3千萬 找出了42個個案 即是隱形病患者 開了5個群組 因為全民檢測就開了5個感染組 人均消費是300元一次 值不值呢 你去過300元一次 然後其中那5億裡面 有3億多是給香港醫護人員幫忙檢測的 都好啊 振興一下經濟 如果相比起經濟損失 大家放心 我有這麼多事是值的 當然有些人一定反對 但他們想不到怎樣去搞法 如果照他們那幫人的搞法 就會像我們一個自由世界 就會去到西班牙或美國的做法 看你喜不喜歡那些狀況 我個人不喜歡那些狀況 我個人不喜歡那些狀況 就是私人檢測的費用 陳肇始指 私人檢測本應要兩千元一次 因為今次檢測就拉低了 對於世界上有益 當然對於醫學界來說 他們反對也很嚴重 香港醫學界來說 當然受到損 因為他們已經不可以在這裡掠水了 對不對 所以大家一直都說 醫學界都是為了這件事 都是想賺錢 現在來全民檢測 整個醫學界的試劑 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蔡堅作為醫學會長 反對也是為了階級利益 我也是為了階級利益 我也覺得錢是最重要的 另外今次全民檢測 會不會有下一次 不知道 疫情嚴重 應該有下一次 但今次的模式 好像一隻鏡 胡鄧旭說 這個普及檢測 展現了中央和香港 最佳公司型模式的配合 如果未來再有需要做全民檢測 或者需要為某些界別去做檢測 例如他們現在說 跟學校定期跟小朋友做檢測 應該是有用的 今天這一刻 最新有一個十歲的小朋友 去屯門感染 情況是這樣 將來應該有用 始終做了一次全民檢測 知道大家要怎樣做 知道了流程 專家微生物就說 一定有第四波 冬天一定有 當然也有很多人反對檢測 大家就不用說了 因為聽得太多 另外第三輪的防疫基金 亦都退出了 240億 比想像中少 240億裡面 預留了130億 購買疫苗 大家要放心 如果有疫苗推出市場 香港也一定能買到 現在全世界有9種疫苗 一刻進入臨床的階段 其中4種是屬於中國 中國的研製 由俄羅斯人在打 我們應該也是買中國的疫苗 你會不會打 你會不會打 我會不會打 現在有沒有情況 我覺得未必需要 你說未必需要 對 看又如何 好像小孩子也要打 小孩子也要打 小孩子也要打 如果政府在10月或11月推出的疫苗 他不相信 他覺得要多些時間 臨床的時間要多些 他才會相信那些疫苗有效 他昨天親口說 中國疫苗和俄羅斯疫苗 他相不相信 沒有說過 他只是說美國 因為現在美國說 在10月底和11月定選前 有的疫苗 但Bill Gaitre說 最好就沒有 最好就沒有 因為其實也沒有錯 你和你所說 這個世界上最聰明的人說話 大家都知道 我不太同意 這個就是很聰明的人說法 但幸好我不能說 他是聰明或是蠢的 當你這件事 你迫著 你如果這樣打 很大規模打 當你這麼大規模擬 的時候才是很大規模打 即是說這個人戰爭一樣 你要用人類性命去做一個實驗 如果這樣的話 你一樣會死人 現在的問題就是 哪一件事的犧牲會大 即是說 如果我打了 我很快就會知道 行不行 如果這個才是大規模 你真正出門 才是大規模試驗 其實反而應該是賣便宜 不應該出來賣那麼貴 你說明了風險 你打不打就算了 我都說任何東西都有風險 應該就是做出一個適當的風險披露 我們用人體來做實驗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的大部分的藥 最初的時候 譬如中牛豆 為何會中牛豆 就是人體實驗 你猜當時真的有FDA 有檢查嗎 又是用作實驗 即是如果那些事件做到那麼安全 你等到十來九溫才出來做 你就不能做 尤其是病人不等人 在說20年 我這樣說 好嗎 你去跟一個生癌症的人試 那生癌症的人說 你這個藥我不知道行不行 不過現在試藥 他試不試 十個有九個都試 當然 是不是剛剛的 即是你試的過程之中 你試的過程之中 你已經是找人體試的 是 只不過問題是志願者還是什麼 你試的時候 你都是這樣 不如大家一起 那件事 這個不像Bill Gates的說法 大家要知道 那個藥本身就是拿人體來試的 就算你再試驗 長久一點 你也是拿人體來試的 以關港法助選 那就是 這個我同意 是 Bill Gates是民主黨的 是 是 現在什麼都是助選的 這個選舉就快接近 是 所以Bill Gates就是民主黨 所以他買不成TikTok 當然 現在就是格軍文革 我們先講講香港 那 240億的第三輪防疫基金 130億再來買疫苗 那 45億就會直接支助 23個 最痛苦的行業 包括旅遊 航空 那些什麼 下巴 類似 那些 有人說不夠 那就不知道 那情況如何 那當然不夠 那當然不夠 難道 我資助你的錢 比沒有資助你之前好嗎 那就一定不夠 不會說 我現在虧了五千萬 你就資助七千萬 那就夠了 我虧了五千萬 我最多資助你一千萬 那疫情不要停了 那一定不夠 陳茂波會說 今年的財赤會達到三千億 就回復到沙士之前的水平 香港的儲備 就會降到八千億港元 都會夠香港年多用的 那就是 應洗得洗 又要提回那件事 全靠 守了那麼久 今次有很多子彈 現在都花了三千億 又再一次證明了那些 財政儲備過的人是錯的 是的 我現在花了三千億 現在還有八千億 現在花了一柱子彈 還有三柱子彈 沒錯 我們香港還勉強頂得住 我經常都在想一個問題 其實香港很有錢 現在花了三千億 意大利和加拿大 那些很大貨 全部很大貨 那些全都很大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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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班牙那些 所以基本上你頂不住 你就要爆 你國家沒有錢 那些地方沒有錢 你就做不到封石 對呀 我經常在想 香港是一個很好的情況 當然可以 其他地方怎麼搞 印… 巴基斯坦你不要說 我現在跟你說 表面上我們看來 好像有錢的地方 意大利 都沒有了 希臘那樣 昨天還買戰艦 我真的不知道錢從何來 印度好像還買一些飛機 對呀 究竟他們是怎樣的 經一事掌一致 很想知道他們的情況 他們應該沒有補習業 沒有的 他們前幾天 昨天看到他們 在打那些照片上班 哈哈哈哈 那棍子 我家裡的姐姐 她的哥哥違反了限聚 不戴口罩 就被菲律賓 托入獄 進入獄 菲律賓入獄 如果你是磅水 那是很好的待遇 現在我親身經歷過 親身? 親眼經歷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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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哥哥違反了限聚令 不戴口罩 在街上被軍警捉入獄 進入獄 進入獄後 也沒有說要運多久 總之你水到我就放 總共花了港幣8000元 但裡面的獄中是怎樣 要站在這裏睡覺 講完了 最壞的情況下 站在這裏 沒有地方睡覺 因為龍全部都站在這裏 就是這樣 後來有地方睡 即是換了我們 就可以攤在地上 即是我們不可以 用我們香港的東西 去想像其他地方 我姐姐也不是在馬來拉 即是在一些偏僻的女生 我覺得這一個地方 有沒有說過 這一個地方 究竟有多文明 你是視乎的監獄 我告訴你 不要問明 好了 香港的學童 也在下星期開學 其實今天已經有學校開學 小一已經開始開學 讓學生去試驗一下新環境 也有些學校開放了 讓學生回去上Zoom 用學校的電腦 下星期開學 看看情況如何 希望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因為都要開學 不然也很麻煩 即是面售要開始 不然就很大件事 好 另外一則新聞 TVB有個製作人員被捕 25歲 涉嫌之前破壞港鐵 大家看過不少片段 即是破壞港鐵那些 那些都在拉桿 因為那些都在吹吹 打爛了燈 那些 我們會不會有關 很多人 都在一起 有什麼事情發生 會不會有這個 我們會不會有的 要不再也會 說不明 我們會不會有的 沒有人 對